德国足球名将厄切尔2019年底 因公开谴责中国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破坏 而引发中国政府的愤怒封杀 相关事件也引发了国际足坛的寒蝉效应 厄切尔与效力的英超球队兵工厂关系也自此每况愈下 除了自3月开始就不再有上场机会外 兵工厂本周注册的一线队名单也没有厄切尔的名字 尽管兵工厂方面随即发表声明表示 足球归足球 政治归政治 厄切尔的言论不代表球队立场 但铺天盖地的中国公关灾难 却让厄切尔成为了球队行销部门的眼中钉 厄切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无论如何我将继续尽我最大的努力和训练 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用我的声音反对非人道和不争议 为确保世界棉花供应的可持续性和质量 而成立的国际组织更好的棉花计划 与10月21日宣布建议中国政府在东都决散的强迫劳动和该地区的其他人权问题 该组织中断了与该地区棉花生产者的所有联系 该组织在其网站上发布的声明中说 中国在东都决散的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影响了该地区经营环境的稳定性 因此我们决定立即暂停我们在该地区的所有活动 资料显示东都决散供应世界棉花需求的20% 另一方面人权组织强调 该地区的棉花厂和纺织公司是维吾尔人被努力的主要地区 在美国政府对维吾尔自治区及其棉花和番茄制品实施禁运之后 美国政府正在逐步改变其供应链 并从其他国家进口棉花产品 据国际媒体报道 自2018年以来 中国在东都决散对维吾尔和其他突厥穆斯林的暴力镇压 尤其是中国政府在所谓职业培训中心名义下实施的集中营 引发了广泛的国际关注 尽管为逃避中国政府的各种压力 而逃亡邻国哈萨克散的人数有所增加 但此类事件最近已开始减少 由于哈萨克散政府不接受批后权 因此又返回中国的风险 结果有些人不得不逃离哈萨克散并在第三国寻求批护 在极少数情况下 一年前被定罪从东都决散非法越境的两名哈萨克男子 在哈萨克散获得临时难民身份 去年10月8日从东都决散恶明县逃往哈萨克散的卡斯特 穆萨卡努里和穆拉格阿里姆里 在阿拉木头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 他们非法越过中国边界进入哈萨克散 并寻求哈萨克散政府的政治批护 不久哈萨克散媒体报道说 哈萨克散政府已批准了卡斯特和穆拉格的批护申请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欧布莱恩表示 他们发现伊朗和俄罗斯以及中国和其他几个国家 正试图干预将于11月3日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 欧布莱恩在福克斯电视台的电视节目中 评估了联邦调查局和国家情报局 关于伊朗和中国试图干预全局的声明 欧布莱恩表示 伊朗和俄罗斯不是唯一要干预选举的国家 他说中国和我们目前尚未宣布的其他一些国家试图干预选举 我们正在采取重要步骤保护我们的选举 欧布莱恩说 特朗普总统是自里根以来对俄罗斯最严厉的总统 我们看到俄罗斯在推特和其他地方传播虚假信息 中国也是如此 美国最新宣布的价值18亿美元对台军售计划 在台海两岸引起反响 而北京方面发出警告将会采取报复行动 美国国务院周三宣布批准三项对台军售 其中包括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 防区外精确打击导弹F16战机新型侦查吊舱 总价值约18亿美元 中国外交部对这次的美台军售行动做出了强烈的回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立坚在周四的例行记者会上 一连用四个严重来表达北京的愤怒 赵立坚说美国的做法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向独台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赵立坚还威胁说中方根据形势发展做出正当必要反应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